中央社记者张淑林月阳28日电 李明哲今天被中国大陆判处5年徒刑 妻子李静渝未说是否出乎意料 紧强调法庭私事之中并不存在 会面时他告诉先生你要勇敢 他并表示先生身上应该被装了监听器 李明哲颠覆国家政权案今天宣判 他被处有期徒刑5年 剥夺政治权利2年 李静渝在庭内旁听后申请与李明哲会面 两人谈话不到3分钟 李静渝今天在开庭后 于下榻饭店房间内接受媒体采访 因大陆方面要求台媒警派出一名文字记者 一名摄影记者代表采访 饭店内病人有多名人员看守台湾媒体 对李静渝来说 法庭私事之中并不存在 没有案情 没有判决 我是来看我先生的 这是我唯一能看到先生的方法 被问到对于李明哲不再上诉的看法 以及今天判决结果是否意外 他都如此强调 李静渝说 自己终于了解 为什么李明哲上次一审之后 在皱目睽睽下 对他下指令 因为李明哲今天对他匕首事 示意不要讲话 然后拍拍胸 我的先生身上被装了监听器 不到三分钟的会面里 李静渝告诉李明哲过去八个月所有的救援行动 包括到美国国会及联合国 他对李明哲说 你现在是世界知名的 所有的政治犯全世界都在关注你 你要勇敢 他举前民进党 主席施明德的例子说 施明德在狱中总共坐了25年的牢 李明哲夫妇也看过施明德所有的狱中档案 我对他说施明德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就是 施明德